車路士對曼聯Big Six的對女 簡迪、哲維爾、努卡古都未必能上場 還有曼聯蘇比離開了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的賽果? 我是0.5年車迷KK 近方越戰越勇的曼城 主場迎戰英超黑馬 強隊殺手韋詩咸 兩隊碰頭 你搭哪隊贏球 我是講球又講馬的瑩瑩 不怕神對手 最怕是諸隊友 曼聯多個混蛋,早記也有很多敗家 現在早記粉絲不滿 莫拉達和阿力斯申道 這場是對著亞特蘭大 究竟會令人更興奮 還是帶來更多花生呢? 我是正式看球的BOSSMJ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蜜BOSSMJ 今集有開心 有兩位美女陪伴我 但是不開心 大家都穿著的曼聯波衣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不開心 但你應該開心的 要解僱人了 唉 幸好你咪前所說 解僱人有沒有一個很開心的 未來的願景呢? 沒有的 這句當作是結束了 還要在這個時候對著 為什麼這麼灰? 不,很難不灰 你當然開心了,車路士 那不是吹了你嗎? 你也不明白為什麼是這麼灰 現在這一刻還要對著 也算是強勢的車路士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兩個各自有自己的陣型 問一下中立士 偏中立的球迷 李勝球迷怎麼看這一場呢? 我覺得這一場 我都看到車路士的 對不起 你猜幾比幾? 我猜2比1 2比1 我想聽一下車路士昨天是怎麼猜的 4比0 我猜3比1 3比1 也挺比面的 是嗎? 當然了,你坐在這裡 我沒理由 我沒理由 影響了嗎? 3比1,3比1 我這一場我不敢肯定比數 也不是很肯定比 為什麼戴頭盔? 當然了,穩陣一點 但我挺肯定的 我應該是大了 萬聯也是那句 很難不失球 你也被人大醜? 哈哈哈哈 不會啦 應該不會的 其實也有的 因為畢竟是萬聯球迷 而且萬聯很多時候 大家看到他這麼淡的情況之下 他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那些球員會有神羅之筆 我猜這場是2比2 那你有沒有看他對維拉利爾的場呢? 當然有 其實不是神羅之筆 如果你有看的話 他差不多成四五十分鐘 六十分鐘前 都是很沉悶的場坡 即是很垃圾 都預算是這樣的 是去到 作出一些換人調動之後 就比較有一個 兩例的表現 就成功順利贏到2比0 當中有很多僥倖的成份 即是對方守門員大義 那些 所以不能相信他這個表現 或者這個結果 會持續地不斷發生 沒錯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看好曼聯 這一場 尤其是車路士這麼強勢 很難覺得曼聯可以撞到他 尤其是最近更慌 不要說剛剛那場歐聯 看回曼聯 由九月尾開始 到前幾天 對著屈福特 可以說是處於一個黑暗的時期 這段時間 他們踢了七場英超 只不過是贏得一場那麼大把 當中還要塞到十七球那麼多 其實這樣聽起來真的很誇張 日落隊 最後蘇比真的被人解僱了 一中萬米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開心 但我覺得應該是終於等到 因為大家都說了很久了 現在曼聯是由卡維克的站代領隊 剛剛也說了 歐聯面對維拉利爾的場 其實上半場 其實曼聯的球員表現都是一般 如果不是有迪基亞席的神救 其實上半場可能已經落後 去到下半場 就是66分鐘 換入了搬路和複製 整隊曼聯就立即好像不同樣 搶回整隊球的攻勢 憑著斯朗入球和新組攻入 加上曼聯的第一球 2比0作客贏維拉利爾 雖然曼聯真的贏了一場 不過其實後方的問題 真的仍然未解決 加上麥加亞停賽 今場我覺得他們想不失球 都是難的 而且曼聯都連續踢三場作客 其實相對來說 體力是會輸蝕一點的 所以今場作客面對著這麼強的車路士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難聽 碰多吉時 我想插入說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又追開車路士的新聞 然後有人惡搞了 就說杜曼現在申請上訴 還有麥加亞的紅牌 那個判決 為什麼呢 因為有隊長有失球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挺搞笑的 所以我再給你講一下 還有因為換了領隊之後 球員的表現一定有不同 所以我覺得其實 曼聯對維拉利爾的場 其實都很關鍵 剛剛也有說到 就是換人的調動上面 我覺得卡維克這方面 是做得好過蘇比 而且都是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在那場看到 就是球員的狀態開始回復一點點 雖然他們那個踢球的習慣 例如他們很喜歡手在位置 不會進行保衛 或者預先知道球員怎樣去走位 他們會去做一個走動去配合 都沒有很有意識 但是會看到 例如有些球員的表現 是特別突出的 例如有山曹、廢達 廢達之前 不是經常被人說真的廢嗎 是的 但是其實昨天我看他對維拉利爾的場 他那個上下的走動是多了 而且那個保衛意識是多了 譬如入球那兩球 一球是施朗 一球是新組 其實都是靠廢達 在一開始搶球的時候 有意識把球傳到中間 去做一個 他又不是真正做公的球 但是全靠是他搶了球 傳出去才有這些攻勢 有功勞 是的 真的很大的功勞 留意對手的球隊 反而他很少這樣 真的 我真的有事 原來真的是這樣 我也要解釋為何 身為一個車迷 我都會猜到今場 可能萬聯會有一球的入球 就是覺得他開始 尤其是第二球入球 他們開始踢順了之後 是有少少組織的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靠中路那邊入球 是的 那麼車仔 他們防守的戰術上 到下半場 有機會有少少失勢 就是失在中路上 他對班尼那場也是這樣 厲害厲害 那萬米又怎樣看 我們反而是真的 原來是這樣 我們不是在看自己的球隊 我昨天反而是專注去看看車友士 哈哈哈哈 有看嗎 當然有 看不完 因為那個時間去到很硬 看不完 認真 再看不完的地方 看看精華 我覺得車友士其中一個 令人覺得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的後防很厲害 入球的能力 就是上場歐聯決賽 上場歐聯的分組賽 他又是後衛入球 反而他的前鋒 就是天武人家一向是搞笑的 盧卡古又沒有那麼長期找暫正選 他的後防的能力 都令我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他的後防恐怖的是 五大聯賽裡面 他是暫時失球最少的一隊 在五大聯賽 即是接近八隊球裡面 是的 然後還要入球 這個後防線令我很羨慕 即是鬥後防就已經失形結絕 我們的後防這麼搞笑 人家的後防這麼強勁 我都同意是孔多吉小的 但我有少少萬聯因素之下 就牽涉到二比二大 真的不要來參考 我覺得參考可以大 可能萬聯入球 我也覺得大 車友士周身都張張利 入球可能是兩三球 所以大人應該比較有信心 是的 其實車路士真的很厲害 車路士上輪聯賽 三球大勝里城之後 其實是近六場聯賽裡面 贏了五場 一場和 是保持不敗的 他們入了十八球 只是失了兩球 其實表現都非常好 自從杜曹執教了車路士之後 其實車子的表現很穩定 特別是後防極度穩陣 剛才也說了 穩陣到暫時是五大聯賽裡面 失球最少的球隊 而且車路士死球入球的能力 其實都很高 看回盧卡古受傷缺陣的那段時間裡面 頻頻都是靠著死球入球 即是一班中後場的球員 都是輪住入 即是可以說是點點開花 加上剛剛週中的歐聯賽事 盧卡古其實在後備的名單 相信他接下來 對著曼聯 其實他應該都可以正選上陣 唯一一個隱憂就是簡敵受傷 不知會否影響到他上陣 不過以兩隊 車仔和曼聯來說 他們的狀態下近況 教練的能力去比較 車路士絕對是較為優勢 所以絕對我都會撐去贏球 即是可以在主場贏到球 我再補充多一點細節 因為剛才也有說到簡敵受傷 還有就是捷維爾也受傷 現在捷維爾還要是當打的時期 但是我們還有一路以來很厲害的阿朗素補上 還有簡敵的位置捷維爾也可以補上 捷維爾在上場對著總雲達斯 他也有後備上場 捷維爾這個人控球能力很厲害 即是他去到禁區前面的鵝尾穴位 他都可以很冷靜面對著三個人圍著他 去找到他應該傳播給哪裡 去做一個策動攻勢的人 所以就算有人受傷 完全不是一個隱憂 還有剛才提到為何這麼多後備可以進球 就是因為杜曹的戰略 令到逆位很多時候 基本上這麼多場以來 他們的平均位置分佈 都是在中場線的前面 是這樣的 所以車仔要入萬聯三球絕對是OK的 我想聽有些 我剛才聽到簡敵不在 有些安慰 勞卡古未必正選 覺得有些 有沒有這些車路士的隱憂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讓我們萬聯球員有一點希望 車路士對來都沒有隱憂 我都想不到 還有車路士今天那些人在放假 可以休息一天才再練球 所以萬聯還要飛來飛去 所以我都想不到這場 車路士有什麼隱憂 想不到你 有 球證 因為我有追著新聞 然後大家都對於 今場有機會出場的球證 是有爭議的 就是Anthony Taylor 話說之前我沒有記錯 我也有看過一場球 就是車仔對萬成 有很多球迷會覺得是偏幫的球 是真的很多球 而且好像說有他做車仔的球證 車仔都一定會有人黃牌和紅牌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如果有黃牌和紅牌 可能會比較平衡 黃牌和紅牌 如果車路士紅牌兩個 那萬聯應該有些機會贏 這個我記得是紅牌兩個 不過我之前也找了少少 萬聯有什麼可以叫做 稍微沒有那麼吃虧的因素 看看他們的往績 和今次的對壘是相反的 原來他們上季聯賽兩次對碰 都是0比0的 上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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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今季的萬聯和上季的萬聯 你說得對 金飛是相反的 但今季的萬聯 上季的萬聯比現在還好很多 差不多 但今季的車仔又好很多 那也是 但萬聯表達到 其實對著這些叫做 BIG6的球隊 有實力的球隊 其實他的防守 即是他專心打防守 其實他有一定的板斧 一定的能力 是阻止對方的入球 所以上季的對碰 兩場都0比0 但今次我們是相反調的 我都傾向是向大 但我覺得他們的防守 車路士應該有他一套 雖然今季可能車路士更加強 上季車路士的後方都沒有那麼多 但可能萬聯是有辦法 可以複製上季 卡尼塔還在 上季如何防守這類車路士 當然今季要再加一些新的 就著現在的情況去改變 但可能對防守方面有幫助 之後偷雞 然後可以入到一兩球 然後又分一兩球 所以2比2 最好 其實兩對編就贏 我都沒什麼所謂 我都覺得很勉強 我都很勉強 最後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外地初盤 車路士是仰一球 兩對近二十年交手 其實都未試過開到這麼深的盤口 可以看到莊家對車路士很有信心 所以今場就會撐車仔 希望可以坐走望贏 沒有啦 我還是繼續2比2 不過認真心裡那句 可能3比2 3比1 你是3比1 你是負責面的2比1 這一場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場回來說另一場大戰 好了 回到這一節我們繼續說英超 轉到萬成 就是萬成 對韋斯咸 看回萬成 其實都好像最近排得越來越厲害 但韋斯咸又好像很厲害 現在排在第四位 大家都叫前面那堆 真正的大戰 前面那堆 我們上一場那堆 不是前面那堆 是最上的對中游 現在這場就是上面那堆 對上面那堆 我知道 好看 好看 還有韋斯咸的工具真的不錯 其實上季已經像法力一樣 金櫃更厲害 他沒有漏氣 對 還有這一場我們就沒有自己個人的心信 叫做車迷 理成球迷 馬聯球迷 說到萬成和韋斯咸 雖然應該會持平一點 那兩位怎樣看 這場 你先說 好啊 這場我自己 雖然韋斯咸好像很厲害 但我也是猜萬成贏 我猜萬成贏2比0 我猜3比0 嗯 兩位都看好這個萬成 我就少少反調 我也猜和 反幾場 韋斯咸上次 就是一個月左右 聯賽杯沒有和了這個萬成 十二馬淘汰萬成出局 他今時今日就可以去到第四位 而且過去幾場對著BIG6 他可以3比2贏 利物圖 1比0贏 二次 0比0和萬成 他對BIG6也有一套 因此他現在可以在第四位 我估計他有些針對性部署 可以鎮壓到萬成 但萬成畢竟有這樣的功力 所以這場股和 大概是1比1 嗯 講一下為什麼 我覺得 雖然韋斯咸是黑馬 但我也覺得這一場 都是要輸給萬成 其實韋斯咸是很嚴重的 他已經逐到上季黑馬的本色 今季聯賽暫時看了十二輪 排在第四 只是落後排在第三 利己兩分 成績令人非常驚喜 之前擊敗李物浦 可以說是他們的代表作 但上場聯賽對著狼隊 結束了他們四連勝 令他們可能士氣都會受挫 而且韋斯咸今季在聯賽作客贏的對手 其實只是排名十名以外的球隊 其實作客暫時還未受到考驗 加上近十四次對著萬成 兩和十二輸其實都未贏過 相信今場作客去到萬成 我覺得是會辛苦的 所以我也覺得是空多吉少 所以是零比二 你是三比零 是的三比零 因為韋斯咸雖然他是主攻 但是大家都知道 雖然車仔今季的防守是第一 但第二相信都是萬成 然後韋斯咸他們主要的攻勢 都是一些死球的攻勢 又或者被他在中場偷倒球之後 他可以做一個快速的反擊 但是他們這些戰術 其實對萬成來說都不會有用 萬成的球員之間的配合 密度真的很高 他們的全球很密 而且每個球員的全球率 都達到九成的成功率 所以我會覺得韋斯咸要偷到萬成 再要靠著這些攻勢去做進攻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 而且他們的進攻都是依賴前鋒 安東尼奧 所以我會覺得萬成只要防守上面 有少少調動的話 那麼韋斯咸已經被人封死了 嗯 是的 萬成他們好像怎樣都有一套 萬成現在好像是缺前鋒 但偏偏哥迪奧拿 在不用前鋒的情況下 又是周圍都是前鋒 周圍每個人都能進球 那麼韋斯咸 我昨天上場看萬聯的時候 但他有少許可惜的 既然他現在看得這麼好 可惜的是連加特沒有去過球隊 如果他現在有連加特 就如虎添翼了 這一場更加好看 那麼現在確實的 他現在是作客萬成 怎麼看都一個下風波 但是韋斯咸他現在能夠去到第四位 有少少少坐牆扶躍心態 我雖然是猜一比一 羅品堂 類似 又覺得萬成是否這麼有說服力 有少少看不順眼 覺得你是不是這麼厲害 什麼情況你都能夠解決 我又死不順你 對著現在狀況不錯的韋斯咸 長長都這麼順 有少少想韋斯咸 坐一坐去銳氣 可以來個打和 亦都想看看 其實有少少個人願望 想看看有什麼中下游球隊 可以用一些方法去 掌制著萬成 從而令到聯賽更加激烈 有少少像以前 李斯特城取得冠軍 他怎樣能夠用一個 不是那麼強的班底 又可以掌制到那麼多迫式 然後最後取得冠軍 這些是我們球迷想看的事情 可能你只是萬聯球迷 所以特別想有人操作 也有這麼懶惰 也有 但譬如對的是利物浦 或對的是阿仙奴 雖然我都是萬聯的對立 但我沒有那麼想他難看的 萬成想他難看 一來就是有些步伐弧 二來是他有些覺得 那條難度有沒有這麼誇張 明明是很多問題 其實這就是領隊能力問題 萬成現在他們對入球 也有很多問題存在 但他又解決得這麼亮麗 我們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再解決 解決得這麼亮麗的哥迪奧娜 解決他 所以其實你覺得這麼有問題 但你覺得哥迪奧娜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其實我也是看好萬成 看看萬成現在暫時在聯賽排在第二位 只不過是落後榜首 車路士三分 季初的時候 因為基亞利殊的加盟 令哥迪奧娜不斷去輪緩正選 去試陣 令到萬成沒有了以往那種強勢 來到近期 球員開始適應了 表現就越來越好 去到我們現在錄影為止 其實還未踢過一場歐聯賽事 看回萬成近三場賽事 是贏了 入九球只不過是失一球 做到攻守兼備 而且萬成在主場成績 一向都是很好 在聯賽踢了六場主場 四勝一禍一負 而輸那場其實 只是因為中堅拿破迪犯大錯才輸 而其餘的五場賽事 總共入到十五球 兼且一球不失 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今場坐陣主場迎戰韋詩咸 我相信他們可以贏三分 正老估計 兩邊都有歐洲賽 萬成要對巴黎聖日耳門 韋詩咸也要對維亞納 萬成確實近況非常厲害 但他們對巴黎聖日耳門的選號 可能會大一點 韋詩咸 我少少抓不到他 究竟他對維亞納的取替 會是怎樣 究竟他會是半力 或者是七成力 去對維亞納還是半放棄狀態 韋詩咸是有得選的 例如他如果想專注聯賽的話 他可能會派全副選去踢歐巴 聯賽的對萬成 但反過來有些球隊會選擇 我覺得聯賽也未必有這麼大希望 我們那邊也全力爭勝 這裏其實挺難捉 就好像之前 韋老師說 李成是想全力去歐洲賽 而放棄聯賽 會不會 不知道他一定是放棄 但通常聯賽很少會去到完全放棄 但他的比重 每個人都說最好就是拿 但他一定是有高低的 例如有100分的實力 究竟可否50-50還是70-30 李成可能真的放了50-50 現在韋詩咸 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猜一場球 要看韋詩咸 我們錄影時未出現的這場對維爾納 究竟他的正選陣容是怎樣 如果是跟聯賽一樣的正選陣容 即使選號可能會比較大 那就更加不樂觀 但如果他出副選 我覺得韋詩咸 如果是有流力對萬成的部署 那麼那個樂觀指數可以提升少少少 最多都是萬成入少一點 但他也不會 我覺得也未必去到和 實力是 實力上始終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球也是完的 對 看看外地初盤 萬成讓球半贏 看今季萬成開出一球球半 至兩球的盤口 其實都全部贏了 所以正路地 我今場都是繼續撐萬成 贏球贏盤 如果是球半 我想想一下下盤 因為上屆萬成也很厲害 上屆萬成在主場也是贏他2比1 贏了韋詩咸2比1 另一場韋詩咸主場是和局1比1 剛剛10分鐘前提到的 聯賽會韋詩咸是能摸和萬成的 萬成其實未必有很大的把握 或者反過來說 韋詩咸其實也有少少把握 可能不讓萬成帶來那麼多球 所以下盤可以想想 你是否這樣看 我既然選了3比0 你已經選了3比0 你有沒有想過轉型 不會 即是大勝 因為萬成主場起碼都贏2球 起碼贏2球 即是形形的2比0或者3比0 是有可能出現的 說一下閒話 萬成好像也有多少帥哥球星 例如隔壁鼠這樣有沒有吸引到你 沒有 都是藍色的 你會不會喜歡一下 我專屬車底 OK 沒有人是帥哥 OK 你承堂米 你承堂米 就是這樣算是一般 會不會其實萬成也不錯 我不會轉態的 但我也覺得隔壁鼠是帥哥 但我對帥哥 我對外形就不是特別 因為他帥哥而我會喜歡 踢法有沒有吸引到你 萬成或者私下 我看內涵的人 你讓我想一下 是 譬如我即使 你不覺得基亞利鼠很有 那些 我喜歡迪布尼 其實我真的挺欣賞基亞利鼠 有很多看英超球迷 都是英格人球迷 覺得基亞利鼠有幾種創造歷型 其實跟迪布尼很相似 但英格人好像出了迪布尼這麼高質素 那隔壁鼠就很相似 其實他們有點相似 有那個款 其實如果這場撇開比數 很想看看隔壁鼠的表現 因為就算在萬成 你也知道萬成競爭 那麼激烈 也未必有正選 如果這場可以看 就可以看看隔壁鼠 有沒有兩例表現 可以看看 結果也不會改 我還是繼續下半和波 影就是2比0 3比0 這場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場就結束了 下一節就說說其他一段賽 要飛吧 各位好 我們要離開英格蘭那邊 我們飛到意大利 是嗎? 對 說說祖雲達斯對亞特蘭大 我們三個都不是意大利的粉絲 例如紙、球迷、八旗這集 都不在 不過也可以說一下 因為祖雲達斯 我今天立刻為了做這一集 去看看祖雲達斯的官網 和粉絲團說什麼 他們現在很討厭兩個敗家仔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兩個敗家仔可以長期在這 一個就叫做阿力士生道 另一個就是你的朋友 莫拉達 我們不如說說他 他現在祖雲達斯 原來排名是低於亞特蘭大 是 這個敗家仔 他在車路士的時候 都令我們這些非車路士 求賣覺得很開心 看到他就是一個 保證 搞笑的保證 他現在祖雲達斯 你印象中的他又怎樣 英俊 英俊 完 那時候我又沒有看他 我只是看車仔 是 這一季和上一季尾 是 他都已經不在 所以我們對他的認知就是英俊 你要留意 還有之前有人說過 他跟天武華萊是一樣的 是啊 都是那些狂射球 但是不進的 我很期待他們兩個可以同一隊球 為什麼莫拉達要離開 因為他跟他一起 真的很搞笑 你想想想 一同一隊 你想想想 你是中場球員 你就交個好球出去 哇 交給摩 對 交給天武華萊好 還是交給天武華萊好呢 所以這一場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支持亞特蘭大 我覺得這場亞特蘭大 應該可以贏小勝1比0 我和你交換 我大勝 祖雲達斯 不是叫大勝 大波膽 即是3比2 祖雲達斯贏3比2 雖然亞特蘭大 講一下亞特蘭大 其實亞特蘭大 現在暫時排在聯賽第四 他們看近七場賽事 三勝4和 表現好像不錯 但看他們贏過三場對手 在哪三場 首先排第17位的史帕斯亞 排第19的卡里亞里 和排第16的森多利亞 全部都是接近榜尾球隊 我覺得這樣的成績 是不可以作準人 看看亞特蘭大 雖然暫時在聯賽作客 五勝一和 保持不敗 但贏的對手 又是中下游球隊 全部都是十名以外 實力其實比較差 加上亞特蘭大 面對實力強一點的對手 例如國米、曼聯、A.C.米蘭、維拉利爾 拉素這些強隊 暫時是一場都贏不到的 所以今場要作客去到祖雲達斯 我定義祖雲達斯是一個強隊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很難踢 應該也是 聽到這邊的車仔粉絲怎樣看 我有一點點反轉 但我也覺得是開大的 我會猜2比3 波膽 阿蘭大小勝 因為祖雲達斯 始終他現在的發揮 真的不太好 而且他對著中下游球隊 其實都是不勝的 所以我覺得阿蘭大也會贏 而且有把握比祖雲達斯更多 他的表現其實都很浮動 而且剛才你也有說 莫拉達 還有大家熟悉一點的 基亞莎、迪巴拿 其實他們現在的入球能力 都不太高 所以如果阿蘭大真的認真 例如對著強隊 可以集中在防守多一點的話 祖雲達斯要入球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非常關鍵的就是祖雲達斯 說得很對 就是表現不穩定 祖雲達斯今季已經去了很多場 已經有四次的輸球 主場兩次 祖客輸兩次 他們很多時候贏得一些 應該贏得的比賽 現在到了第五位 其實阿蘭大有一個特色 近幾季 賭球聽說是因為來的 就是大 對 確實我們看過去幾場 對著年青人 對著萬聯記兩場 歐聯 2比2和3比3 過去兩場聯賽 對著史帕斯和卡里亞里 5比2和2比1 很特別的一個因素 就是你發現他入球是多的 入球是有的 但失球也是有的 他對著祖雲達斯這場 所以我剛才猜1比0 這個小勝 其實我挺同意這個2比3 這個可能也是小勝 但比數是相當多的 如果計算賠儡 應該2比3 賠儡很多 所以都可以傾向選擇2比3 不過是看回他 因為往績上面 他們兩隊的對女 可能因為 亞特蘭大對著 祖雲達斯真是強隊 他們有多一些針對性部署 他們的對女 又不是很多大比數出現 譬如上一季的2個衣甲 亞特蘭大就贏1比0 而祖雲達斯主場 就和1比1 好像未必是這麼有水人士的地 但關鍵可能是頭15分鐘 究竟哪一隊可以打開紀錄 令到開放球賽 對球就會出現 但亞特蘭大小勝的機會率 我覺得都可能會頗有樂觀 我想說一說 祖雲達斯在聯賽是排第8 並不是排第5 排第5的現在是羅馬 即是更低一點 對 更低一點 其實他們的成績 是比較令人失望 不過看回祖記近期的表現 其實開始很轉 近4場比賽是三勝一負 輸的那場只是剛剛週中的歐聯賽事 因為祖記其實已經在歐聯分組賽出線 所以其實那場贏輸 對他們來說真的沒有太大所謂 而贏的三場 即當中他們都入到七球 有兩場還沒有支援 其實表現都是不錯的 再看看祖記的主場成績 近六場的主場是五勝一負 當中贏的對手是有車路士的 以及羅馬這些強隊 都是贏到強隊的 而且這兩場賽事是一球不失的 表現都非常好 加上祖雲達斯過去二十一次 在主場對著亞特蘭大 其實是全部保持不敗 所以今場我會支持祖雲達斯贏 而且始終他在第八 要慢慢爬上來開始 這也是 這場這樣聽起來 我們三個人的意見 真的算是頗難猜 不過這場你剛才覺得提醒很好 都是假的 我們可能猜大 但是祖雲達斯確實是 有少少耳日代勞的優勢 祖雲達斯對車路士雖然適合 輸四比零 如果你這樣看數字 好像覺得大敗 不行 但是他已經出了線 其實這場有少少流力 而亞特蘭大對著年輕人 其實他是需要贏球的 但他和了三比三 雖然我沒有認真 沒有看那場的精華 但感覺上的選號 應該會比祖雲達斯大 祖雲達斯有少少耳日代勞 好像可以再稱高一點 要不要去猜一下 既然是這樣 我就猜一個和 因為亞特蘭大 他的聯賽度 暫時無論是近況 排名都比祖雲達斯高 祖雲達斯又不太落於下方 不如猜一個和 猜2比2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說回他們聯賽 不是聯賽 聯賽 聯賽那邊 次名出線和首名出線 有什麼分別 你說歐聯 歐聯 首名出線的話 通常會對次名球隊 是有分別的 但因為他每一屆的歐聯 都會有少少的改制 這一刻我未完全檢查 第一名會在抽籤上順利 可能是對方的次名 但因為有些球隊會是次名出線 所以有些優勢劣勢 也未必會這麼明顯 所以要留意他們進一步的發展 因為暫時聯賽上來說 他在那組裡 他和車仔現在同分 但覺得適球差 正在搶六球 所以有機會影響到首名次名 我不知道他會如何安排 他們人手 應該不會太過花很大的 心思、資源、體力去爭取首名 好 我們看看外地初冠 祖雲達斯是讓評判的 看看祖記近三場讓評判的賽事 全部都贏了 所以我今場就支持祖記贏球贏盤 很可惜 祖記粉絲八旗不在 很少支持他贏球 即使我本來支持他輸球 我也支持他打和 打給現場觀眾 他一定猜祖雲達斯贏 所以我特意不讓他做這一集 有個人因素 但我覺得這場 祖雲達斯確實有利好優勢 他有主場 近況 本來季初有點跌倒 現在就上來了 雖然有敗家仔在陣 但也有他的實力在 所以這場 他似乎是可以看好 但我個人覺得 可能大人大都不能看小之下 估計2比2 而KK 有沒有改變? 需要轉換嗎? 2比3 我覺得這個賠率會比較好 而且能博得過 是 我們三場都講完了 講重心 有沒有重心呢? 重心我自己也是選擇 萬成那一場 就是萬成對衛斯咸 我覺得萬成是可以贏多過一球 即是兩球滑以上 即是上盤 是的 總之我的重心就是 他們可以贏到兩球滑以上 即是可以贏多過一球 KK的重心呢? 我的重心就是車路士那一場 如果根據車仔讓一球的盤 我都會覺得是上盤 是的 我的重心也是車路士萬年那一場 沒辦法 這場是很大的 一定是大的 因為萬年是一定有失球的 而且車路士又一定是可以贏到球 可能不知是一球 萬年可能可以贏到一球 兩球 真的想過於 所以就大了 OK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這一集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